世界摆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门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Hob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们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您都会第一首取得最新的情报 OK 昨天在我们下班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大消息 农业签证居然要出台了 OK 那其实之前就有这些新闻消息出来了 那当然很多人问说 这个农业签证到底跟原来的打工度假 有什么差异 那当然我们可以好好来聊聊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农业签证 那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个是从新闻面 就是记者的报道来看到底这个签证是什么样子 然后另外一面就是从政府这个官员 外交部长的官员这边出来的这个政策 到底政府怎么说跟记者怎么说 然后最后呢在我们影片最后我会给大家来做一个summary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闻怎么看 那这个是从ABC的新闻抓下来 当然这边都是英文啦 那我这边会跟大家解说中文 当然如果想看英文的人 也可以到我们的AMC的英文频道 里面都有我全程都是用英文的解说 也都可以有些人喜欢看英文的也可以学学英文 好这边这个新闻是昨天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yesterday 那当然昨天因为周一通常我都特别忙 所以没有时间去把东西研究完 然后跟大家来做一个解说 那这边讲就是New Farm Working Visa 就新的农业签证 然后那重点是什么 它居然之后可以变成PR 哇 这是什么签证啊 我觉得这个消息真的是蛮正面的 那当然这个也其实完全的match到 我从去年开始疫情一开始 我就已经在预测 只要经济不好 澳洲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透过移民来刺激经济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 现在澳洲不在谈什么temporary visa 直接一直不断 你会发现在今年的所有 跟签证相关的新闻 都不在谈temporary visa 都在谈permanent visa 都是在谈永久居留 怎么样你可以在澳洲取得永久居留 我们让利我们放宽 让这些的移民进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档签证 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第一呢 它在说他们会在9月底的时候 这个签证的整个的框架 基本上就会出台 那原本在之前几个月前 他们的新闻消息出来面 这个是在讲说他们会开放给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那到底包含了哪些国家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他们并没有讲出来 但是呢 看起来这个会开放到更广 那到底多广或多窄 我们还不晓得 因为现在唯有的 现在的签证就是比如说是 这个太平洋岛国 和这些seasonal worker 也就是他们季节性工作的签证的人 通常这些人都是太平洋岛国国家的 开放给这些 那他会在这一个农业签证的框架 把它再提升 在农业岛国那样提升 那很多人问了 那这个跟原本打工击价有什么差别 我有啦 最大的差别是 它可以变成批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这样的签证 这个当然我们后面会来再做讨论 要等法规出来 如果按照这个Pacific Island scheme的话 通常都是澳洲的雇主方 然后到这个允许这个签证的国家那边 去签这边特别的工作人员过去 那才能拿到这个签证 如果没错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来操作 不是自己想要申请就可以做的 那当然哪些国家还没有讲 那这个基本上是澳洲的国家党推群出来的 那当然自由党里面 内部其实有些人比较不愿意啦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你原本就 打工击价签证 为什么要推这个东西 那重点就是说 我这边还是讲 因为呢 他推这东西是可以有 变成这个PR 变成取得永久居留的优势 去吸引这些移民过来 那人家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当然很简单 这就是我开头讲的 一个病毒把经济搞砸了 那唯一能够让经济回来 除了吸引移民以外 让这移民能够也在澳洲这块土地上 带来更多的这些value 带来更多的这些优势 还有工作等等的 因为这些都会重新启动这个经济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很大的让利的部分 那早期澳洲都还没想着 而且同时在这个签证之前 还有所谓的DAMA 那如果大家如果在follow我的频道 会知道 本来就有DAMA DAMA就可以用啊 为什么还要再做这一档签证 因为我个人觉得 第一呢 DAMA的问题就是说 它的雇主的申请流程太繁琐 太复杂 你要先走 这个Regional 就是你地方政府那边批准 完了以后再走移民局 跟他签那个Labor Agreement LA 那你做完这说一下 你都花多少钱 然后你现在 这个人又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造成很多问题 我相信这个是一步是 把这些签证类别 把它降低中间的要求啦 我觉得这也是对 但是DAMA应该还是会保留住 因为DAMA其实它还cover其他的产业 不是只有农业嘛 不是只有农业 OK 那这个基本上是他们已经 Announce 所以在9月底呢 会把他们的框架和整个细节出台 那至于有哪一些国家呢 他们这边讲说 Negotiation with Partner Countries OK 所以澳洲政府其实内部已经在跟不同的国家 已经在探讨这个事情 那第一个可以知道就是一定会跟UK跟英国开启这一个 那除了英国以外 那除了英国以外 亚洲区的哪些国家会有呢 这个我们也暂时没办法知道 所以这个真的要看一下到底会怎么样的来发展这个部分 那这边的重点 但后面这一大段的重点其实也就是在回应我前面说的 第一呢就是经济的冲击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人又飞不进来 怎么进来 然后这个农业 澳洲澳洲不像纽西兰比较小 比较容易管 澳洲这么大 世界第六大的土地 第五第六大的土地 然后农产这么的丰富 你光靠2000多万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200万澳洲人在做这些事情 我应该是不太够的 不太够的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来 那同时也会刺激澳洲的偏远地区的这些经济 那最后就是澳洲的这个prime minister总理呢 其实也提到这个部分了 那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会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那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澳洲政府的他们的joined media release 那这个joined media release是他们然后外交部长 移民部长 还有商业部长 还有哪个 好像三个 还有一个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一起发文出来 OK 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是外交部长的网站 那当然你可以在 他还有他的副总理 OK 副总理 OK 所有这些部长一起发文 所以你在其他部长的网站里面 基本上都会看到相同的新闻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解读一下 到底这个公开正式的政府的这个新闻是讲什么东西 第一呢 他这边是讲到说 他这个启动呢 其实除了农业需求以外呢 也包含了跟英国最近跟澳洲签的这个FTA 自贸自由贸易有关系 也希望有更多的英国的打工族 除了是working holiday program 那也会参与这个agriculture visa 至于你找英国人去做农业 跟找亚洲人去做农业 可能亚洲人会比较愿意吃苦吧 不晓得我们看之后怎么发展 agriculture visa will be valuable across agriculture 所以这个有这个肉的meat processing 就是比如说像鸡啊牛啊猪啊 还有fishery 鱼类的 forestry sector 这个是林牧业的 都有啦 反正是primary industry 基本上就是跟 跟这些农产品相关的东西 那他们在未来2030年呢 要冲到100 billion 这是多少啊 Anyway the program is operated by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Trade Building on Strong 所以是透过外交部 来去参与这个部分 也希望它能build在Persivian Labor Mobility Th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commenced industry 然后跟各个不同的部门联合一起来操作 因为这里面包含了非常多啦 从外交 从签证 从商业贸易 然后还有是农业 还有这些区域的管理 所以这还还蛮复杂的 Regulation to enable creation Agriculture Visa will be placed End of September 所以呢 他们框架会在 今年的9月11号 9月底 2021年 会出台 至于到底有哪些国家会参与呢 看起来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英国啦 因为UK都已经放在这个地方了 那当然其他国家到底有哪一些 我们拭目以待 Govern primary growing method for meeting agriculture workforce shortage and the existing seasonal worker 这就是季节工作签证类别 还有Pacific Labor Scheme 这两个东西很少人听啦 那我也基本上从来没讲过这个 因为这个是给那些太平洋岛国 他们当时有这个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的合约 让这些岛国的人民来到澳洲 来在农业这个产区工作啦 那至于这些应该是不够的 因为岛国人民本来就不多 那也是不够 所以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澳洲这边来工作 然后最后这边是讲说他们 这没有讲到三年的时间嘛 OK 他们将在未来的三年呢再继续的不断的开发这档签证 那为什么那么久 在这边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我们这个就讲到一点澳洲的移民法案签证的历史 首先比如说就像打工度假签证 打工度假签证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一个国家慢慢的开 它也不是一下子出来就是欧洲结合国家 然后台湾日本香港等等的全部都可以来 它是一个一个慢慢的开 那它未来的三年的时间在这一档农业签证里面呢 看起来也是一样在同个框架里面 然后外交部长去不同的国家谈这档签证 通常都会有交换的模式啦 我举个例 比如说台湾跟日本有打工度假签证的这个合约 那就是也会交换 所以日本人也可以来台湾 台湾人去日本 一样的台湾人可以去澳洲打工度假 澳洲人也可以来台湾打工度假 所以通常都会有一种 bilateral agreement 这就是他们在谈的 不是说我allow你过来就好了 但是它要有一个同时做外交 也是友好的一种形式 只不过这一次比较特别 就是说这个签证跟 党务度假签证有什么差别 它之后可以拿PI 这个根本就是 你看从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第一档开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GTI 全球科技人才直接拿到PR 然后慢慢的一个一个签证 慢慢的放宽 你会发现 其实就像我开头讲的 之前的前几年在紧缩的时候 在疫情之前 OK 紧缩的时候他们只谈到 我们会开放temporary visa 临时签证 临时签证怎么延给你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会开放永久居留签证 但是你会发现在今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尤其最近疫情越来越严峻 冲击澳洲的经济 你会发现所有的新闻 只要跟签证有关系的 都谈到了permanent resident 永久居留 就是身份的部分 那这也完全的reflect到 我在去年就开始预测了 经济不好的时候 澳洲的政策必要放宽 打开这个移民的大门 Anyway 不懂你对澳洲的农业签证 是否有其他问题或消息 或是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